大家好,每人分享一个使用妙招 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生活 说到铁锅,很多朋友都喜欢使用 因为用铁锅炒出来的菜是特别香 但是使用铁锅有一种困扰 就是铁锅生锈 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妙招 这样处理后的铁锅是不生锈不粘锅 赶紧跟视频起来看看吧 平时我们用铁锅炒菜的时候 用完铁锅就会发现铁锅很容易生锈 这时该怎么处理呢 有很多人都会直接不使用这个铁锅了 那太浪费 其实去除铁锈和防止生锈的方法也很简单 第一,铁锅生锈处理步骤 锅中我们放入清水 之后挤上洗洁精 再倒入白醋 也可以多倒一点 之后直接用这个钢丝球啊 我们去刷拭 洗洁精可以去除铁锅上的污垢 那么白醋是可以分解这个铁锈 因为白醋对铁锅有一定的腐蚀性 它能腐蚀掉上面的铁锈 我们这样使劲刷一刷就可以将铁锈去除掉 刷过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变得非常浑浊 都是锈水了 我们再把这个水直接倒掉 用清水将这个铁锅再清洗一到两遍 彻底干净 第二个步骤 我们将锅处理一下 就可以防止铁锅再生锈 而且使用铁锅还不粘锅 首先我们用大火将这个锅呀烧干 烧干后 我们倒入食用油 或者是用猪油也可以 准备一个刷子 我们将这个油均匀的涂抹锅上 让这个油沾满整个锅 这时呢我们要开小火 一边这个涂抹油的时候 一边加热 加热的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均匀的涂抹 涂抹几层之后 我们再将火关掉 等油晾凉 我们将锅刷一刷 将上面的残留油渍刷掉 这个步骤我们一定要重复两遍 也就是说 我们再将锅烧热加入油 涂抹均匀后 我们再重新将锅刷一刷 最后将这个锅呀直接烧干 烧干后的锅呀 它已经正常了 就不会再生锈 而且下次再使用的时候 不会粘锅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使用铁锅的小常识 大家有所了解了吗 看完视频 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